Hello 大家好 今次4月新車帶來6部新的電動車介紹 當中有最新推出的Model 3 Performance 性價比極高的SUV車型 Secure X 有萬眾期待的保時捷第二款量產型純電動車 Mekan Electric 還有最近靈智新聞發佈會公開的豪華Wonder SUV Lexus LVX Team 記得不要錯過啦 去到第四部和第五部要介紹的車 就是小鵬G6和X9 近日就有報導小鵬汽車和香港深南美成為了合作夥伴 深南美就會是香港市場官方的代理商 預計今年第三季就會在香港開旗艦店 並且引入純電SUV G6和MVV X9的車款 首先說小鵬G6 小鵬G6作為中型的SUV 車長4753mm 闊1920mm 高1650mm 外觀上就是以簡約流暢的線條為主 整體的外形非常圓潤 前頭的車燈都是採用左橫列彎越型的LED燈 感覺就是很整潔和一致了 性能方面 小鵬G6在內地分別有580mm、755mm和700mm的系列 由細分為Plus、Pro和Max的版本 當中較有可能率先引入香港的就是入門款 後居版的小鵬G6 580長續航Plus 即是入門款都配備了66kWh的電池 CLTC的續航里程可以達到580公里 0至100的加速就是6.6秒 最高的市速可以去到每小時202公里 價錢方面呢 內地的售價就為人民幣199900起 緊到小鵬X9了 小鵬X9作為純電豪華的MPV 車長2293mm 闊1988mm 高1785mm 車身的外觀靈角分明 具備了X-Robot一體式的貫穿LED頭燈 星軌一體式貫穿LED尾燈 整體給人一種精明、實用和鋼鏈的感覺 內飾方面 採用了Artisan眉勇感 房間被頂 散具真目色件 駕駛座就具備了方向盤加熱功能等等 主打就是極致豪華和舒適感 車內系統亦都配備了全場景智慧輔助駕駛 BPA停車場幾億泊車 360度全境可視停車輔助等系統 安全感十足 講到性能 小鵬X9配備84.5kWh的大電池 CLTC的續航離程可以達到610公里 充電由10% 充到80%只需要約20分鐘 0至100的加速就7.7秒 最高的時速達到每小時200公里 價錢方面 內地售價就為人民幣359,800起 到最後就是靈智新品豪華運能 SUV LEXUS LBX LBX車場4190mm 闊1825mm 高1560mm 外觀上的車身就有全身的顏色 Astro Grey Metallic 和Passionate Yellow 灰色顯得奢華低調 亮黃色就顯得青春有援力 當中LBX Active Plus 就採用了車身雙色配搭 配有全黑輪圈 非常之靚仔 車身設計方面 Lexus LBX的車頭 採用了Lexus全身的Unified Spindle設計 引擎蓋、奔靶和頭燈都融為一體 呈現一個很獨特的仿術形狀 後背濃起的沙板設計 更進一步增加了LBX運動月夜 說到LBX的內裝 車廂的設計號稱以人為本 以日本抹術Tasana駕駛的哲學為靈感 打造全環料的駕駛座倉 Lexus LBX配置的9.8吋觸控中控屏幕 入面的系統版面上 同時大小、位置都經過了仔細的考慮和設計 使用的時候就更加得心應手了 而且汰盤上的觸控式按鈕和Head-Up Display 都可以很輕鬆地操作到紅和音效這些功能 在耳方面 LBX Relax更加配有Semi-Aniline特級皮架 以及精細的刺繡和精緻的雅鞍組織內裝 還會有Mark Levison 13 個喇叭音效系統和Acoustic隔音玻璃 紅樺的級數就真的不用多說了 LBX紅樺的地方同時在於安全 LBX引入了最新版本的Luxus Safety System 或3.0系統 結合了E-LATCH冷點偵測警示系統和SEA安全離座輔助系統 打開車名的時候就不用再擔心從後方而來的車了 非常適合現時港車不上內地有較多電動單車的情況 性能方面 Lexus LBX採用了第五代Lexus Electrified Full Hybrid的混能科技 搭載1.5公升直列三缸引擎和雙極線碟氧電池 LBX同時配備了G-Forces的動力控制 可以自動調節加速和減速扭拒 預測到司機的意圖和道路的狀況 帶來了極致的駕駛體驗 價錢方面 Lexus LBX Active的售價就為港幣339,900起 那今次這條片就差不多了 不知你們最想買哪個車呢? 如果你都想知道關於每月新車的資訊 就記得訂閱我們Kilowatt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我們很快再見 拜拜